我本身是在新竹做科技業相關的 放假的時候我都會帶小孩出來玩 他們喜歡去公園 有綠地的地方跑跑 曬曬太陽 那我跟我老婆都很喜歡去 shopping mall 逛街 去到不同地方去旅遊 新埔交通方面非常的便利 而且我們小孩子都還很小 醜化的環境對親子就是很友善 未來也很有發展潛力 新埔這邊有青苑國小 新埔國中 它都是雙語學校 未來小孩可以在這邊念書申選 這地點完全符合我們生活的想像 我其實看過很多建案 會選擇這邊的地點是我們第一個考量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其他家該有的 公園都有 除了這之外呢 他們還有很多小巧思的地方 譬如說就連紗窗 他們都用特殊的方埋紗窗 可以讓整個室內空氣品質比較好 這是其他建案沒有想到的一些小巧思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呢 他們的淋浴室的磁磚 房間地板的選擇呢 都有很多種不同樣式 可以讓我們的房型呢 有一些更個人化的設計感存在 我們本身在選擇房型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有兩套完整的微浴設備 那當然這個房型配的是兩個大主臥 當然是更符合我們的需求 這個瓶塑喔 我覺得是蠻適合我們的一家四口使用 再來就是它的整個格局規劃 它並沒有所謂的虛平太多走道的空間 所以它所有的房間空間呢 都充分的運用 我覺得是這個房型的規劃運用是非常划算的 MVB WC MVC MV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